彭湖 澎湖國際滑火節煙火炸裂 但原本預計二十四號晚間 演出的無人機表演又宣布取消 但怎麼卻傳出有民眾被無人機砸傷 黑衣男子高舉無人機殘骸 一旁民眾紛紛走避 當時準備擅場 一架黑色空拍無人機突然從天而降 雜入人群 我一拳他叫揮手 我以為是會場 然後他就突然飛了底 打到手他們這樣挑血 現場一共四人受傷 緊急送往音樂包紮 其中還有一家人三人被砸傷 旅遊處也到場了解 確認不是會場的表演無人機 這個是私人的無人機的飛行 並不是我們的花火節的無人機的活動 因為這個私人的無人機飛行訊號 可能有亂掉的一個情形 所以他飛出這個場外 碰到那個電線有掉下來 又火燒起來了 又火燒起來了 一頭吊無人機 另一頭又傳出煙火燒橋 當煙火升空後落下的餘境 正好吊在紙盒上 造成小面積的人燒 吸引彩虹橋上一度出現火光 所幸現場業者馬上將火撲滅 一場煙火遇強風狀況連連 天氣的關係風太大了 好可惜喔 下次還要來 今年花火節也出師不力 今天連兩場都出狀況 遊客也只能期待第三場能夠正常演出 一督迪士尼無人機精彩演出 記者顏玉龍彭子日澎湖採訪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並開啟小鈴鐺喔